目前全台灣有大約一千名代謝異常的罕見疾病患者 其中三成五無法代謝蛋白質 而最近有善心人士特地捐款 購買了血液淨化儀來提供小病人使用 四歲的謝小妹眼睛大大的 看起來相當可愛 在媽媽的身邊相當活潑 這讓媽媽開心又感動 因為謝小妹一出生 就一萬罕見的蛋白質代謝異常 只要一吃進含蛋白質的食物 就會引起體內的有害胺基酸累積 加上會堆積在腦部 形成腦部的傷害 甚至嚴重可能致命 醫師表示這種先天性的蛋白質代謝異常 會引發各種的併發症 其中無法代謝蛋白質 就會產生出有毒物質或是酸血症 不僅傷害神經系統 最嚴重可能引發腎衰竭致死 根據罕見疾病基金會統計 目前罹患代謝異常的罕見疾病患者 就有上千人 其中大約三百五十人 沒有辦法代謝蛋白質 五歲以下的小患者就有近百位 不過國內的體內代謝機 大部分只給成人使用 現在有愛情人士捐款 讓代謝異常的病童 也可以接受治療 國內的醫院所有的血液透析 都是針對大人洗腎使用 那麼小朋友只有兩罐羊肉多 這麼少的血液 其實很難適合大人的血液透析的機器 基金會表示 現在這樣的體內代謝機 在國內只有三部 希望可以透過各界的愛情均款 讓喊病的孩童 都可以活得健康 基爾林健身 台中報導 然後對喊病人的機器 老百 eerste